大家好,我是晨宇 相信白雪公主這個童話角色的形象 早已深深的刻在大家的心中 我們之前也說過許多暗黑版的白雪公主故事 但今天要介紹的人物卻是來自真實的歷史 而她的遭遇比起被認識過 用來教育小孩子的童話絕對顯得更加的黑暗 或許現實才是真正的暗黑故事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白雪公主角色圓形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對西方有一個名為德意志爾國度 而在一個名為洛爾的小事針中住著一個可愛的女孩 大家都稱呼她為 瑪莉亞、瑪格麗特、馮、瓦爾德克 我們後面就用瑪莉亞來稱呼她 就如同格林童話的白雪公主一樣 瑪莉亞從小就長得甜美可愛 因此也吸引了無數的人喜愛 沒想到這樣的美貌也成為她日後悲劇的根源 瑪莉亞的父親名為埃爾塔爾男爵 是當地最有權勢的地主 也是一位擁有各種金屬礦坑的大富豪 因此小時候的瑪莉亞真的如同公主一樣居住在城堡之中 並有著一段幸福的童年 瑪莉亞的母親名為伊娃夫人 夫人非常疼愛瑪莉亞 也陸續在十年間為南爵生下了六個孩子 而就在這段說長也不長的日子中 南爵一家九口在城堡中過上了一段極為幸福的日子 南爵也靠著詮釋成為了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外交部長 並周學於歐洲諸多皇族之間 這讓他開始沉浸在自己也身為王族的想像之中 便好久好久都沒有回到他那幸福的家庭中 伊娃夫人和他的七個孩子就這樣待在冰冷的城堡之中 每日都痴痴的等待著南爵歸來的消息 但南爵依舊是沒有任何的回音 就在瑪莉亞十歲時 一直疼愛著孩子們的母親伊娃 居然因為不明的疾病離開了人世 而在她和善人的當下 也沒有看見丈夫的身影 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夫人離開人世的消息才終於傳進了南爵的兒裡 他才趕緊回到城堡 為自己曾經生愛的妻子辦理後事 但因為他先前的作為 讓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喜歡他 城堡裡也自從夫人離開人世後 就一直籠罩著一股悲傷的氣息 身為父親的男爵 一直希望孩子們可以盡快走出傷痛 並認為這一定是沒有母親陪伴造成的 於是便在四年之後 為孩子們找了一個後母來照顧他們 沒想到這後母踏進家門的那一刻 才是這真實故事悲劇的開始 而後母也是暗黑童話絕對不可 或缺的角色 這後母名為克勞迪亞伊莉莎白 是位極為美麗的女人 她有著帝國女伯爵的地位 而在她嫁入男爵家前也有過一段婚姻 她與前夫生下了兩個孩子 因此當她來到男爵家後 並會開始對於這孩子是不是我親生的這件事 開始不停的斤斤計較 她希望所有人喜歡的是自己的親生孩子 而不是那出生平民的伊娃所生的孩子 她甚至會開始比較起自己與孩子之間的外貌 她認為自己一定是全天下最美麗的女人 所有人都必須被她的美貌給吸引 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當她帶著瑪莉亞出門時 一路上居然都能聽見村民們稱讚瑪莉亞的話語 這些話如同刀刃深深刺進了伊莉莎白的心中 也切斷了她心中對於這孩子僅存的親情 瑪莉亞的美貌最終卻成為了她的錯誤 這位祭母開始不停的虐待著14歲的瑪莉亞 不只叫她要扛起所有的家務事 甚至命令自己的兩個孩子只要一看見瑪莉亞 就可以隨意對她拳打腳踢 這樣瑪莉亞身上總是有著數不盡的傷疤 男爵當然也有發現這不合理的對待 但她為了讓其他孩子保有母愛 只能犧牲瑪莉亞 假裝這一切都從未發生過 就像童話故事裡那個不問世事的國王 男爵一直都知道這女人是個極度愛慕虛榮的人 為了讓她可以隨時欣賞自己的美貌 男爵選了一面高達1.6米的鏡子 當作禮物送給了伊莉莎白 當時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 有一間文明歐洲的玻璃鏡工廠名為 美音慈選帝侯國鏡子製造廠 而這面製作精良的鏡子就是來自於此 當時工廠在出貨時就是以會說話的魔鏡來作為廣告 並在鏡子上刻上自戀的字樣來吸引消費者購買 但其實這面鏡子並不是真的具有魔力 而是它的設計能夠將站在鏡前人的聲音 用更加低沉的音調反射回來是類似回音的聲學現象 伊莉莎白每日就這樣站在鏡前喃喃自語 訴說著自己的美貌 而鏡子就會用奇妙的聲音來重複她的話 就如同迪士尼電影中的魔法一般 現在這邊鏡子就展在德國斯佩薩特博物館中 伊莉莎白就這樣白天照鏡子晚上虐待瑪莉亞 就這樣過了大約兩年的時間 而就在瑪莉亞16歲那年 她終於受不了了 後母的施暴和虐待已經讓她遍體鳞傷 而來自父親這種選擇性的忽視 又讓她承受了另一種心靈暴力 最終她選擇了逃離這從小到大居住的城堡 就在西元1741年 16歲的瑪莉亞獨自藝人從洛爾處罰 並翻過斯佩薩特山 朝著比伯格明德的礦山前進 這條被稱為維茲爾大陸的山路 是從14世紀就被人所記錄下來的古老遠行路線 在白雪公主中的黑暗森林 或許就是以維茲爾大陸為背景創作的 但瑪莉亞並不是為了要躲避追殺才逃往遠方 她則是要去礦場看看有沒有一些打砸的工作能養活自己 就在一段時間的旅程後 瑪莉亞終於來到了一個名為比伯的小鎮 當時在比伯大約有500名礦工 在那裡開採銀礦和銅礦 也因為礦坑狹小的關係 那些礦工幾乎都是身材矮小的男人或未成年的孩子 而為了方便進行任務分組 這些礦工也都會被分配戴上一些顏色鮮艷的帽子 當他們下工之後 也會被送回斯佩薩特山邊緣的宿舍 而這些宿舍一間就只能住近七個礦工 白雪公主中的七個小鎮人應該就是從此而來 後來瑪莉亞也真的在礦坑待了下來 並做著一些打砸的工作 有時充滿正義感的她也會為礦工們爭取工作上的權益 在當地的檔案中就用祭貧救難 慈悲和善的天使和可親可愛的小女孩 來稱呼這與礦工們相處融洽的瑪莉亞 但礦坑畢竟也有挖完的一天 就在數年之後 這位礦坑也因為礦員缺乏和經營不善而隨之倒閉 瑪莉亞也只能繼續流落街頭 她這輩子都沒有再踏回曾經居住過的城堡 但她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也沒有任何的文獻能佐證 但傳說中她最終的落腳地是距離礦坑約60多公里外的一間修道院 並成為了一個平凡的修女來度過一生 就在西元1796年 瑪莉亞不慎吃到一種名為癲茄的莓果 這種果子在古代能透過加工製作成麻作用的飲藥水 大多數的動物也都會將它當作食物 但它裡頭有個名為天仙子安的生物鹼 卻對人體極度有害 若使用便有可能中毒身亡 當年71歲瑪莉亞就是吃到癲茄而當場中毒 最終因為身體年老衰弱而離開人世 不過她的死應該與後母無關 畢竟那時候後母應該也早就去世了 但白雪公主吃下毒蘋果而長眠的說法 應該也與她吃下癲茄有關 瑪莉亞的傳奇就將在她去世的幾年內傳進了格林兄弟耳中 格林兄弟便以她為背景 並融入了年輕的奴隸這則義大利古童話的劇情 寫成了白雪公主這篇經典的故事 並在西元1812年於格林通話中發表 其實格林兄弟一直都不是一個純粹的作家 他們其實是當時語言與文化的研究者 格林通話也就是他們整理當地故事的合集 除了白雪公主外 之前說過的藍鬍子其實也是來自法國元帥吉爾德雷的真實故事 下回有機會再和大家聊聊 將黑暗的真實故事改寫回童話 是格林兄弟為小孩子做的夢 而如今已經長大了我們 是否還有機會改寫自己的童話呢? 如果故事的比風重回真實與黑暗 你又會創造什麼樣的暗黑童話故事呢? 現在機會來了 即將以暗黑童話或者說真實童話為題材的手遊出現了 那就是魔盡物語 魔盡物語為你揭開白雪公主的最終真相 你可以在耳熟能詳的原版童話中組隊 一步步探究真實的童話世界 更讓你探尋大家明明記得卻會被修改的黑暗事實 而且不只有白雪公主 讓姊姊削掉腳跟只為了穿上玻璃鞋的灰姑娘 明明和狼暗中勾結 就裝作清純的小紅帽 這些黑暗童話的一切都在魔盡物語中 立即預約魔盡物語 和我一起創造屬於你的暗黑童話吧 若想看看灰姑娘與小紅帽的真實故事 也可以點擊上方的資訊卡 那你們在白雪公主角色與原型的故事中 又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也不要忘記預約手遊 魔盡物語 現在預約就送魔盡一千零一抽 快來用最強的童話陣容 親手書寫屬於你的暗黑童話 與近百位童話人物相遇 拯救魔盡背後的夢境世界吧 那如果喜歡成語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鈕 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支持所有繼續創作的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任何想聽想看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成語 我們下回再見